HELLO 大家好 今次為大家介紹一下 嘉汶的另一隻Build 叫做View Active 早前講過一隻View Smart 其實View Active 就是View Smart的進解版 或者可以這樣講 比較advanced 原因就是你看一下 這隻Build的情況 比較大隻少少 可以直接展示時間 相對也比較薄 就真的像一隻Build 但你說這隻Build跟View Smart有什麼分別 其實今次變了很多 它可以安裝軟件在上面 例如這個Build面 甚至其他其他功能都會特別詳細 也多了很多不同的運動功能 稍後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它有什麼運動功能 那譬如基本上 算是遠一點 可能比較容易看 譬如現在 基本上你可以撥左右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Message 例如今天的行事歷 可以控制你播歌前後 這個天氣 因為我還沒播電話 所以還沒有 另外今天行路的步數 行得多 行得多遠 這些資料都有 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能都會看得到的 有跑步 踩單車 游泳 打Golf 步行都有的 也可以找回電話 譬如這個按鈕 會搜尋在哪裏 其次室內的功能都會有的 再者 剛才提過 可以轉錶面 這個就是錶面 然後可以選擇轉的 不同的 你看 那你說這些錶面 在哪裏找呢 其實它是有個軟件給你 你上去加盟的網站 就可以下載不同的軟件 例如錶面的軟件 有些其他Widget的軟件 都可以在裏面有的 但例如現在這個錶面 轉了之後 看到嗎 整個錶面的介面就轉了 那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 來做一個你認為漂亮的錶面 或者適合自己用的錶面 當然它有其他軟件的功能 有其他人都會在裏面的 另外如果你說睡覺 那它怎樣檢查睡覺呢 就撥過去 這邊 按住這個鍵 就可以選擇開始睡眠 那當然你睡醒之後 按下這個鍵 停下去就可以了 那當然啦 很多人買這些錶 都很擔心這件事 就是究竟它顯示那個訊息 程度去到什麼地步 那大家看到這個 是屬於中文版的機 所以它是顯示所有的中文字 那我現在就試一試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我現在 發出一段訊息 例如這一段 這裡已經有中文字 香港字的了 發出一段訊息 好 收到了 留意一下 紅螺灣去深水埗搭什麼的車 是顯示得出來的 那接著 按交叉 就會出來這裡 那我想看回 之前的訊息 可以不可以的 按下去 紅螺灣搭什麼車 其他的訊息 等等都可以看到的 Facebook的Message E-mail的全部都有 好了 那你說去到什麼 其他功能其實有很多 不過今次就不介紹這麼多了 留下一次再拍一條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謝謝